蔡奇阿凯翻滚20年 终于在东京奥运完美落地 拿下台湾史上第一面体操奥运奖牌 回顾银牌制度 李志凯排在第五位出场 拳头难度设定6.7分 全场除了一开始的基础动作之外 都是以汤马斯回旋来完成 苦练20年 就为了短短40几秒的完美呈现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参加奥运比赛 一路看着他成长的翻滚吧 男孩导演林玉贤 赛前感性写下 幸运的是我们都坚持等到这天的到来 2003年各个林玉信对他说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去过奥运 希望20年后可以带这些男孩 去参加奥运比赛 到了2005年 林玉贤问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李志凯 你喜欢体操吗 会一直练下去吗 当时李志凯回答 当然我们要一直练 一直练到去参加奥运会 那时林玉贤心想 蔡奇阿凯 你们好天真 林玉贤没想到的是 李志凯完成了当年的约定 真的站上了奥运舞台 在得牌第一时间 某文表示 李志凯哭了 身为教练的哥哥 应该也去后台哭了 已经很棒了 看他们相拥那一刻 我都跪地哭了 他想拿金牌 他们拼尽全力了 三年后我们去巴黎拿金牌 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在脸书祝贺 经历过2016年里约奥运的泪水 也经历过世达运 亚运 世界杯到世锦赛 绽放出的光彩 现在志凯 赚上了奥运的颁奖台 表示同感骄傲 当年因为翻轨把阿信 结缘的彭于晏和乱坛阿翔 也在第一时间道贺 谢谢你奋力月起在天际 飞到另一个灿烂天空 完美落地 动作流畅度 在五星中是第一名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英豪 张永如 综合报道